百科新闻 根据最新以下iProperty产业网站调查显示 大多数人对购买屋子预算不超过50万令吉 至于超过100万令吉的房产只占了5%的受访者 这份调查也显示 63%受访者看重排屋 这是因为排屋是有地方产 而且价格也比起半都立式或者独立式洋房来得容易负担 受访者不超过50万令吉的购物预算 是基于我国的就业人口中 人均收入并不高 有能力以个人名义购买者并不多 多数人需以联名购买 才能符合银行贷款设定的要求 以我国人均收入可负担能力 是价格在25万令吉的房产 月供不超过1200令吉最理想 问题是今天的大马产业市场 价格在25万令吉的产业并不多 特别是在就业机会较多的巴生河流域 因此购物者必须以联名方式购买 价格在35万40万甚至是50万令吉的房产 在 façon禄 goal的观点是 预完成收入了 激